沈腾主演的喜剧电影《西红石首富》正在热计,据悉影片中因为选取了足球元素,沈腾扮演曾经效力过丙级球队的守门员,而引起了一些国足球员的关注。 《西红石首富》最初发布预告片时,因为将以假豪门AC米兰恶藏为AV米兰,而引起了AC米兰本次的抗议。 不少网友表示不能接受,恶藏又有限度,片方赶紧道歉,紧急撤回预告片。 不过影片内容依然以恶藏足球队为噱头,恶藏的对象换成了中超霸主广州横打。 电影中最后的高潮段落是一场足球比赛,在西红人寿杯足球邀请赛的比分牌上,赫然写着皇家大响云比球场周恒泰。 场周恒泰很明显是在恶导广州恒大,但是球衣款式却是上海上岗的,而球队队辉几乎和中奖球队武汉卓尔如出一辙。 而修修的铁拳主演艾伦客串的恒泰队10号队长叫高兰,气质上和半项上明显在模仿高林。 艾伦高林高林是恒大队史上第一射手,也是国家队球员。 不过高林在看完电影并没有吐槽,似乎接受了影片的恶导形式。 高林,这对名,这对服,这对标,很有喜感。 不过网友却不满账,认为影片恶导高林也就罢了。 但是里面还有一句台词,你老婆狐狸精本色出演啊,就有点过分了。 除此之外,网友还发现影片中有诸多细节在讽刺国族,比如这个皇家大祥队,这个队名不言二,欲有超讽国族的嫌疑。 这只球的最后一个球都没踢进,为了不让对方踢进时比赢,所有的球员站在球门处,用自己的身体抵挡对方的狂轰滥炸,似乎也有言于国族之邪。